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链接这个都市林的生态系 首先我相信今天会来的朋友大家 绝对都是爱树 或者是喜欢这种绿环境的朋友 在台湾我们包含我自己小的时候 我们有植树节 然后在学校老师也都教我们说要多种树 所以在台湾每个人对于这个树 我相信绝大部分都有特别的爱护之心 但是我们在多种树 我们从小就是学习要多种树 可是在现代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提醒 就是我们多种树 但是我们种树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种树有什么样的好处 它可以去改善我们的生态 不只是优化我们的环境 比如说有树 然后就会有很多的生物 然后呢 也会去所谓的碳锡存 然后树呢 因为它会吸收二氧化碳 释放氧气 还有这个水分 在水量多的时候去吸收水分 然后藉由蒸散在会 所以它也可以调节我们这个围气候 所以它对生态环境 有很大的帮助 可以帮都市降温 那另外呢 过去 我们种树的目的 很大一部分可能是为了要木材 使用木材 所以我们希望是收获 那另外呢 景观 或者是最近这几年 开始有一个名词叫做 森林疗愈 疗愈这样的一个名词 那就是树或者是森林 对我们人类的身心 有很大的这种减压 疏压的这种效果 非常多不同的 这个效益 那我们种树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什么目的 要先想清楚 因为这涉及到 应该种什么样的树种 应该是种在什么样的环境 应该去做什么样的搭配 所以这个种树是好事 但是为了什么而种树 要先想清楚 那我刚刚举的这些好处呢 它也可以是复合性的 它不是只有说 你种这个树 或你营造这片树林 只能达成这样的目的 它可能有生态环境优化 它也同样可以达到景观 美化的这种目的 所以 但是 无论如何 都应该要先想清楚 说我们为什么要来种树 林物局老实讲 在过去是推广造林 或者是应该多植树 但是 其实 它不是一个所谓的 专门只是在种树的机关 过去林物局的造林 很大的目的是早期 当时台湾还有在伐木 对伐木之后 重新就再造林 让它变成是一个永续的 经济的人工林 那后来台湾在这个 因为在80年代 进伐原始林的这个政策 确定之后 那林物局开始 除了经济造林 持续在做之外 那也会去 从这个经济以外的目的 也会去进行造林 在统计在过去这10年来 在郭尔林事业区 什么叫郭尔林事业区 我下一页会讲 总共有营造了 这个8000多公顷 那在这郭尔林事业区之外的 保安林 在过去这10年来 也营造了 1200多公顷 我们在104年的 第四次森林调查 就针对台湾的 全台湾的森林资源调查 比较起民国84年 中间差了20年 我们台湾的森林覆盖 面积增加了8.4万公顷 那也因为这增加8.4万公顷 让我们的台湾的森林覆盖率 从过去59%点多 超过了6成 在台湾我刚刚讲 国有林事业区就是这个 绿色的区块 包含一部分的海岸山脉 这绿色的区块 总共有153.8万公顷 叫国有林事业区 就是早期 台湾开始那时候在伐木 所以就是国有林事业区 各位可以想想看 各位可以从这个名词 就可以知道说 早期对于森林的定位 它是一个伐木的事业 所以它这上面有很多的 不同的编号的林班 但是我刚刚讲 80年代 进伐天然林之后 就只有去进行 过去伐木之后 所营造的人工林的 这个经营 跟福育 那这面积其实不小 153.8万公顷占了台湾 台湾本岛陆域面积的42.5% 相当大 那其中呢 在这个绿色区块里头的这个 橘红色的区域呢 它就是在过去40年来 依照不管是文化资产保存法 依照野生动物保育法 依照森林法 依照国家公园法 各个不同的法去划设出的 不同的这种自然保护区 包含几个国家公园在内 形成这个橘红色的 我们叫做中央山脉保育廊道 这个占了台湾的录音面积 有将近19% 但是即使是保育廊道之外的 这个绿色的区域呢 基本上它也只能作为林业的使用 它没有办法去大面积的开发 比如说它不能够变成高尔夫旧厂 它不能够变成山坡地住宅 它也不能够变成是什么工厂啦 所以基本上这整个国家林事业区 它已经是一个比较柔性的保护区 那它的上头的生态呢 是以森林生态系为主 所以我们台湾这42.5%的这个区域呢 绝大部分的区域是一个保存的 还相当不错的森林生态系 那我刚刚说相当不错是 这些动物都是所谓的保育类野生动物 有一些甚至是第一级兵围的保育类野生动物 但是在过去 经过过去这40年的 对于这个森林生态系的保护 各位可以大概现在应该可以从一些指标性的 从一些指标上了解到说 他们的族群分布或是数量都越来越多 在我还是 就是70年代80年代 我还是学生的时候 当时要去看到地址是非常困难 只有很少数的专家他知道哪里有 然后他必须要花费很长时间躲在帐篷里面 然后隐蔽帐里面等这个地址出现才能拍得到 现在在很多地方都可以 到太平山森林游乐区 到大雪山 或者是你只要上到海拔1000公尺 1500公尺以上的森林 其实就到阿里山也看得到 那台湾长中山羊或者山腔水路 在一些区域都算越常见了 那这个最主要就是西地能够获得 好的这个保护的结果 那所以我们在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命脉 中央脊梁山脉 它不只是每次台风来的时候 很多人讲的护国神山 它对我们台湾的生态 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干净的空气 干净的水 然后有很漂亮的这种景观 我们有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因为这个中央脊梁山脉 但是我现在这边要请大家思考一下 在这个国有林事业区之外的范围 就是这黄色的区域 也就是大部分都是海拔1000公尺以下 我们称为浅山跟平原地区 这些地方呢 其实还有更多的所谓保育类野生动物 我刚刚讲的地质 蓝富贤 都是在这个区域 可是在这黄色的区域 有多少 有55%的保育类野生动物 是栖息或者生育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如果从台湾植物的红皮书 再去做一个粗略的统计 有64%的植物的种类呢 也是以和黄色的区域为生育地 那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中央脊梁山脉的 这些森林生态系保护好之后 成效很好 刚刚也给大家看了一下 但是我们只保护到45%的保育类野生动物 跟36%的这些兵维或异维的植物 其他都在这个区域 而这个区域呢 它是人口非常稠密 大家都很清楚 然后棲地的破碎越来越严重 当然也就是因为这上面是因为 可以有人为的活动去造成很多的开发的利用行为 好所以 我们在两年前 也就是在107年启动了一个计划 叫国土生态绿色网络的计划 这计划呢 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希望以国有林事业区 为一个最主轴 但是我们台湾不能够只有一个国有林事业区 这种森林生态区 其他地方我们都放弃了 好这样 对不起 我们如果把这其他地方都放弃了 那它就也只是变成是一个生态孤岛 所以我们希望说 若林事业区跟海岸的这个 海岸的这个生态系呢 能够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网络 生态网络的连结 让这上头的不管是动物或者植物 它有一些 它有机会 能够在不同的生态系之间 可以去进行一些交流或者是迁徙 或者是各种 去让它的这个所谓的基因库呢 不要越来越狭窄 好那这个国土生态绿网计划 简单的讲就是 我们希望在中央几辆山脉的森林生态系 借由蓝带或者是绿带 可以跟海岸之间有所连结 简单讲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些人口稠密的地方呢 你不可能把它变成保护区 因为大部分都是私有土地 谁愿意把自己的私有土地 让政府去换成保护区 所以我们去保育这个 我刚刚讲的这些浅山以降的地区的策略 它就有别于过去 我们在国有林事业区里头 画保护区的方式 那是不可行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些地方推动礼山 希望这个能够让人的活动呢 不会去对于环境 有这种不可逆的这个冲击 希望是一个所谓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方式 然后再加上我刚刚所讲的 这些绿带跟蓝带的建制 那什么叫绿带跟蓝带建制 绿带某种程度就是运用生态造林 去形成一些廊道化的这种网络 蓝带就是我们的一些水系 主要的这个水系去优化它 让它不管是陆域或水域的这些 野生动植物呢 就形成有一个可以在不同生态系之间 这个串联的网络 那我们在台湾不同的地区都已经做了一些盘店 那也把不同的地区它有一些 依据它的环境或生态的特性 有做了这个规划 那在大致上 那因为今天大家谈的是种树 我主要不是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计划 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在这个计划之下 涉及到所谓的植树或造林的 有这三大项目 第一个大尺度生态廊道的建构 第二个优化海岸林的生态 第三个银河欢入侵的这个单一的林项 我们要把它重新再赋予回来 这个是在这个大的计划里面 三个涉及到跟生态造林有关的部分 那大尺度的生态廊道是什么 我这边就举个例子 我们从107年已经开始在做的就是 这是中央山脉 这是在花莲的花东重谷 那在右手边这是海岸山脉 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 大家想象一下 在日本殖民政府开始 开发花东重谷之前 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是连结在一起 什么连结 就是绿海的连结 那但是现在因为农业开发 中间很多开发 它就已经隔绝了 所以我们重新用生态造林的方式 再让它形成一个绿廊 让中央山脉跟海岸山脉之间 这些野生动物之物 有更可以的这个交流 那这中间有很多障碍物 所以我们就一一的要去打通它 那是公路你不可能去打通啊 所以就只能穿越它 所以我们跟公路总局啊 铁路局啊 很多不同的单位合作 然后在一些原本的这些 这个空地上面去营造出 这个希望营造出森林的环境 107年我们开始去做了这些营造之后 我们就在那边有做监测 发现到说 确实动物很快就来利用 像这个黄猴雕 或者台湾野山 就是长中山羊 过去是在这个山区的森林 它们就真的就有这个廊道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说 这个廊道是海岸山脉 跟这个中山培之间快速道路 那第二项重要的 在这个地方有重要的工作就是 我们现在在海岸有很多保安林 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准狼道 准生态狼道 可是这些保安林在早期的时候 去营造只强调它的功能性 就是防风 只要它能挡风 那比较不会去注意到 它的这个生态功能 我们现在根据不同的区域 也希望说去增加树种 让它变得更多样 那针对不同地方的这个 生物环境 或生态环境的属性 会再去做更细致的这个搭配 那像这个沿海呢 有一些是这个海水倒灌的区域 那怎么样去让水跟这个 这个保安林共存 那让它除了森林之外 还有这种湿地的环境 这个也是我们去优化它生态的 这个就是这几年我们开始在推的 让这个地方它的环境地景更多样 生态功能也更健全 营东恒春半岛的银河欢 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这个被入侵的 让我们统计总共有5000公顷的区域 银河欢的入侵造成单一的灵象 恒春半岛它是一个台湾非常特殊的 季风 热带季风林的环境 它本来应该是非常多样的 但是银河欢入侵之后 就只有它自己为我独尊 所以我们这几年开始 就是借由国土绿网计划 比较有系统的去铲除这些银河欢 重新再去种回 恒春半岛那边的一些特色的树种 我们是以这种带状 狼带状的方式去铲除 然后营造成 未来它可以成为生态狼道 这样子的规划 这个之前就已经开始 但是我们有了国土绿网的 系统性的支持之后 让它可以更大取位 从原本的银河欢变成是 这个比较是符合当地生态特性的 这个季风林的环境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一条一条这四条 这个是银河欢 银河欢的产除 它把它保留一部分作为挡风 然后让这个其他的本土树种的苗 长大之后再把这些银河欢 再把它全部都把它砍除掉 这个是银河欢移除的一个 我们的同仁所研发出来的 特殊的工法 刚刚讲的国土生态绿网 就希望从中央山脉 可以借由大大小小的绿色网络 去延伸到海岸 其中中间会遇到很多都会区 这个都会区 其实就是国土生态绿网里面的末梢 国土绿网从中央山脉 我们希望借由中间的这些大小网络 然后延伸到都会里面 用什么延伸 就是都市林 所以都市林虽然是国土生态绿网的末梢 可是它对于都会区的生态环境的品质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接下来 我想大概从明年开始 我们会跟地方政府有很 包含地方政府来提供土地 由我们来提供这个经费 来进行都市林的营造 那都市林的营造 也是国土生态绿网里面 相当重要的一个工作 我就举例 比如说我们从台中市已经开始 包含大都山的这个富裕 原生植物的富裕 台中市政府自己也在针对大都山地区 我想今天下午也有安排 有一些借由都会的这个绿地去营造 我们希望在更多的县市都可以用类伸 我想新北市也会是我们的重点 来营造这个都市的都市林 让国土绿网能够延伸到我们的都会环境 那我们的终极目标 就是希望我刚刚所讲的 营造人跟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个友善的环境 好 那以上就敬请大家指教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